北京时间8月23日,国际网球名人堂,公布了明年的8位候选者,其中包括中国网球巨星李纳。 李纳曾两夺大满贯冠军,第一次夺得大满贯冠军是在2011年法网,在2014年澳网再次封后。此外,李纳还杀戒了2011年和2013年澳网决赛,对于自己选入国际网球名人堂候选。 李纳表示是一种无上的荣耀,获得国际网球名人堂的提名让我感到万分荣幸,中国网球的历史还很年轻,而我有幸成为在国内推广这项运动的一份子。 很高兴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参与其中,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选手,出现在巡回赛上,能和几位网球历史上最优秀的球员,一同入围名人堂候选名单,无论对我本人还是对我的国家来说,都是无上的荣耀。 我非常自豪,同时也很感谢能得到这次提名。 据悉,国际网球名人堂评选小组,包括网球媒体和名人堂成员,他们会对候选者进行投票,候选者的只有获得超过75%的投票才能入住名人堂,计票工作由一家独立的会计公司负责。 此外,球迷也可以投票,获得最多球迷投票的候选,这将赢得3%的附加百分点,第二名和第三名则将分别增加2%和1%,球迷投票结果将在10月初公布,最终结果和2019年国际网球名人堂成员,将在明年凹网期间出路,入住仪式则将在明年7月20日举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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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